一行四人在严家位于台中市南屯区的招待所 其中一个人身穿台中市都发局的背心 他们现案店里没有多久 的确有人来一门帮忙开门 四个人进到内部勘察 其中有人拿起手机针对建物的部分来拍照 这是公务部门首次进到严家招待所的内部 而多日以来态度始终暧昧的台中市长卢秀燕 今天他也首次对严家招待所来说明 因为都发局表示11月25号曾经来过一次 却吃了闭门羹不得其门入 只能从外观建筑以及空照图来判断 应该是有涉及违章 不过今天卢秀燕表示 假如违章没有自行拆除或是复原 台中市政府就会来排差 此案将同样依法办理 言下之意没有因为对象是严家而有所不同 至于预计多久内需要自行拆除 卢秀燕则说现行的法规都有规定 这一条例子就会来自行拆除了 这一条例子就会来自行拆除了